新咖啡霸主路易莎接位台中重得星巴克就职 施工尾利黄色封锁线包围着一家路易莎 尾利上还挂着真才公告 原来是咖啡业霸主再度新拓点 但是这个位置似乎让人特别熟悉 因为他的前身就是前年底悄悄席灯的星巴克重得店 在星巴克歇业一年后就职改由路易莎接位 屋主就直接因为看一看他就直接找我们 邀请我们说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很多星巴克收的店都跑来找我们 路易莎近年积极拓店 目前以489家店面数正式超越星巴克成为咖啡业霸主 路易莎表示屋主主动洽谈 经评估后也看好重得商圈 无论人口或消费力道 路易莎对新店面高度期待 直营店规划室内约90平加室外30平打造度假氛围 但在这台中一级占区 店租可是不便宜 在台中的所有的门市里面 最佳店的租金是最高的 路易莎虽不透露租金金额 但分析周遭行情 新巴克重得店车电时地上丢弃的日报表显示 2013年7月31日当天来客数299人 内用259人外带40人 当日营收将近6万7千元 虽然路易莎单价较低 但仍证实了附近居民的消费力度 都大如新巴克春水堂 UNIQLO 还有刚新卡木的乌玛烧肉 加上路易莎的参加 所以是一起跟重得商圈来说 也是一个利多 居民也看好路易莎进驻 多了价位有别的咖啡店 让消费者能有更多不同选择